大家好,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1367年10月,雄距江南的朱元璋开始了汉族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北伐之战 短短十个月的时间,明军便攻破了元大都 不久,朱元璋改大都为北平,宣布大明军临天下 至此,统治中国长达98年的元朝覆灭,其残余势力乃被史学家,换以北人的称号 为何徐达和长玉春攻克大都后,没有趁胜追穷扣,将残余势力一网打尽 是徐达和长玉春满足现有的军事成就,而有所懈怠吗? 续自治通建记载,不追击元顺帝并非是徐达和长玉春自作主张 而是他们在忠实地遵守朱元璋的既定战略决策 6月,庚子硕,达入建,明帝至九劳之,且谋北伐 达曰,大军平齐鲁 扫和洛,库库特木尔,王宝宝群寻观望,同观即可 李斯奇狼被西奔,原生原已决 金城盛指导元都可不占有也 明帝曰,善 达复晋曰,元都克尔其诸北走,将穷追之乎 明帝曰,气运有胜衰,比金衰矣,不凡穷兵 出塞之后,固守以防其轻易可也 大意是,朱元璋在徐达攻克山东和河南后 前来老君,徐达就是询问朱元璋 若元顺帝北逃该如何处理 是否穷追不舍 朱元璋的回复倒是很有天命在我的气魄 直接告诉徐达只需顾守级的地盘 防备其卷土重来即可 实际上,朱元璋不发兵追击元顺帝 也是行尸所迫 元顺帝北逃上都之初 旧疆域的地理形势而言 多半国土还尚在汽手中 史在,北原隐功之士不下百万众也 归父之部落 不下数千里也 开平后方是元朝昔日广阔的临北行省 及蒙古大草原 开平左侧是元朝开国大将穆华黎的后裔 大将纳哈出控制的辽阳行省 开平右侧实力派军阀里斯奇 张四道控制着陕西行省和甘肃行省 随时都有东出同关的可能 云南,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第五子 忽歌赤的后裔梁王 把扎拉瓦尔密西与墨北道路不通 却依旧尊凤顺帝为正统 金山西,王宝宝颇具战斗力的十余万精兵巨守太行山两侧 对北平的威胁最为严重 1368东,北原曾准备联合王宝宝 共同起兵夺回大都 后一民军禁闭太原作罢 四年春,元顺帝见明军主力开拔为水流域 负命中书佐丞相也速率四万骑兵奔袭北平 也速了四万骑兵调自辽东行省 士族基本由蒙古人和宋蒙人组成 长于骑射,灌好野战,但捉于攻城 北平兵力薄弱,但守军的对敌战略正确 他们避其锋芒,凭火器固守城池 也速攻城不克,遂退兵 1369年,入闪的明军迫降原将张思道 李思琦陕西诸州府军被平定 也就在明军主力深入陕西时 元顺帝再次派丞相也速发兵攻击北平 朱元璋看到了元顺帝的小动作 随从前线调回猛将长玉春、李文忠 不久,长玉春、李文忠击败北原丞相也速后 便率不起九万出赛攻击开平 元顺帝再度逃亡 上都开平的失线让北原朝廷再次遭受重创 令顺帝更为闹心的是 王宝宝退守甘肃后又被名将徐达击败 其苦心招揽得六万精锐尽丧尘而遇 王宝宝本人也几乎走投无路 最后只得冒险抱着一棵服务度过黄河 1370年仇病交加的元顺帝并是殷昌 其子爱由十里达了继位 视为北原昭宗 昭宗上台后 第一件事就是重用王宝宝 将其提拔为宰相 朱元璋也没闲着 他不仅在新平定的西北和华北地区设置了新卫所 还将二子猪爽 三子猪四子猪地封为秦王 晋王燕王令其踢服守边 1372年在国防得到初步巩固的情况下 朱元璋乃命为国公徐达 曹国公理文中 宋国公逢盛各率五万骑兵出赛 一图一举消灭北原 霍兮明军出赛 元昭宗和王宝宝针对明军 部署草原地理和气候的缺点 定下了又敌深入的计策 也许与战旅胜蒙蔽了徐达等速将的双眼 明军显然未是破原兵的计策 他们只知道是原兵还是一如既往的虚弱 史料记载 徐达大军行至草原腹地时 突然遇到了大风雪天气 士族冻伤无数 战斗力急剧下降 这时王宝宝带着凶悍的蒙古骑兵出现了 面对恶劣的天气和原兵的袭扰 徐达表现出了极强的应变能力 他命士族就地挖掘深沟 并用火器和弓弩持至了原人骑兵的攻击 经过粤鱼奋战 徐达所部在大将汤河的接应下冲出重围 不过汤河的断后部队却遭到了援军毁灭性的重创 和中陆军一样 深入草原的李文中部也经历了一场大战 亦折损严重 由于援军主力都用于攻击徐达和李文中 冯盛率领的西陆军道士掌获颇风 总而言之 明军第一次远征墨北 并未达到攻灭北渊的战略目标 从此 朱元璋改变了战略方针 他开始避开北渊军事力量 最集中的墨北地区 转而经营北渊控制薄弱的青海和辽东地区 以向北渊做两一包抄的大战略态势 比较而言 获胜后的北渊虽然信心倍增 但墨北有限的经济力量根本撑不起他们的复兴大计 况且虽然他们打退了明军的远征部队 但轻壮和牲畜折损严重 也难以再对中原发起有效的攻击 于是双方除了在局部地区 进行有限的战斗外 很久都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冲突 1375年被朱元璋夸赞为 天下齐男子的墨北英豪王宝宝病逝 1378年御图中兴的昭宗也病逝了 二人的病逝再次激起了朱元璋争灭北人的雄心壮志 1382年朱元璋发兵于南宫灭北渊梁王把扎拉瓦尔密 1387年二世纪辽东降服了纳哈初 纳哈初的降服改变了明媛的对峙格局 蒙古草原的侧翼开始受到了威胁 朱元璋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 遂于同年命大将兰玉率军15万北征 北人继任大韩托古斯铁木尔 正被纳哈初投降的是搅得焦头烂额 他不愿失去对辽东方面的控制 遂将大仗东移之呼伦贝尔草原 谁知等待他的将是一战亡国的命运 兰玉听闻托古斯铁木尔在捕鱼尔海 金贝尔湖便率金锐长途奔袭 可奔驰到距离捕鱼尔海四十里的时候 蓝玉的哨探却并未搜索到敌人的踪迹 明军驻将唯恐援军故技重施 纷纷劝蓝玉退兵 蓝玉力排众议坚持前行一天后 终于发现了托古斯铁木尔的行踪 当天上午草原刮起的沙尘掩护了蓝玉大军 援军受到攻击后大乱 托古斯铁木尔锦率数时期逃出明军重围 示意明军俘获了托古斯铁木尔次子帝宝奴以下的妃子 公主等123人 官员2994人 军事男女十余万人 马托十余万头 牛羊十二万余头 大车3000多辆 北援三代朝廷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 事情还没完 托古斯铁木尔逃出明军重围后 途中遭到阿里布格的后裔野素迪尔的袭击 托古斯铁木尔被野素迪尔 轻手用弓线勒死 托古斯铁木尔死后 蒙古草原陷入了空前的混乱 在短短的15年的时间里 捍卫近六次一手 1402年 吉祝帝完成静南之一的当年 窝阔台后裔鬼利 吃在阿鲁台等人的支持下篡位称汉 并改国号为达达 北人至此灭亡 蒙古草原也进入了瓦剌和达达争雄的新阶段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